在功能方面其实两部手机的分别不大 但是在Xperia Mini Pro上面 就有一个搜寻或分享的小工具 只要画面上有这一个小工具 再打开键盘 再打字 就可以直接开启这一个小软件 再打字就可以选择搜寻或者是分享 Xperia Mini和Xperia Mini Pro的界面 虽然也是有四个角落的捷径 但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放四个图示 除了这样点按开启以外 我们也可以拖拉一下 到想到的功能就放手就可以了 这四个角落的捷径是可以隐藏的 当在桌面上的一些图示或者是小工具 会挡到这些捷径的位置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隐藏 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些画面上是 四个角落的捷径是没有的 然后来到设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两部手机都是使用了Android 2.3.3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手机如果没有安装程式的话 大概还有200多个Mbps的空间可以使用 这一部手机不是一样的 能不能加一份颜色是有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